柯文哲南下彰化 參加自家立委張祈凱 服務處接牌 為了酸綠營常開芭樂票 現場比賽開課吧啦 這見柯文哲表情痛苦 大家都吃完 但柯主席看來吞咽有點困難 現場氣氛很歡樂 而柯文哲被問到這題 更是笑聲不斷 身為醫生的柯文哲 懷疑民進黨立委沈柏陽 身體狀況是否違樣 全因為前一天在花蓮 他說了這段話 假設他們今天定一個法案 說我們要從一個北京到台北 蓋一個鐵路 花十兆十年要蓋完 他如果通過這個法案 行政部門就要做 請問這樣有道理嗎 沒有 沒有道理 但這就是他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認為藍白國會聯手 有一連串的毀台計畫 這個比喻著實嚇人 民眾黨總召和主席一樣 想問沈柏陽你還好嗎 他精神狀態還好嗎 我真的有點驚訝 那個沈柏陽立委是 是精神狀態有一些狀況 還是 他是認真的講這個話 他如果認真的講這個話的話 那我覺得民進黨政府 真的要在國內 要打擊假訊息 我們是要去舉例 什麼叫做立法清派行政 所以我們舉了一個極端的例子說 北京到台北 如果立法人要來定這個的話 這是錯誤的 所以我們在舉完這個例子之後 就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不應該做的事情 認為柯文哲黃國昌應該只是沒聽清楚 或許也是希望焦點別因為 舉了個例被模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哈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